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君武器言,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世界防满消息与潜艇消息有关 节目里久不久都会谈谈潜艇的情况 因为潜艇的斗争很强 以往大家在看不到水下的斗争时 不知道有多空险 但如果看了很多大型电影 你都会发觉和潜艇相同有关 无论是潜艇的追逐、救援等 全部都是荊检万分 我们今天要讲这两个主角 跟英国和俄罗斯这对百年欢喜冤家有关 主要是英国动用到海空两边的力量 包括反潜的二三营 甚至水下的潜艇 空中有P-8A、Merlin直升机 将他们地位置 找到俄罗斯潜艇 找不到他 更多 整件事还要做戏做传套,由搜索追踪,最后警告 最后逼他们上罚 这个是我们比较少见的,俄罗斯的潜顶 最后竟然被逼他们上罚 但上罚并不是我们说的很旧那些 如果是旧型,即是旧新的那种核潜,就没办法 但连最新的那种,即是阿森级,虽然未到M型 但阿森级的核潜艇也要逼他上罚,真的比较狼狈 而且这次上罚的位置似乎距离,英国本土又有相当大的距离 为何会有这么磨人尋名的事呢? 政治意味上,潜艇上罚是一件大事 所以值得我们去想一下,究竟英国和俄罗斯 今次在这个潜艇追逐战里面 有没有一些细节发生了呢? 还是令我们的军围,要想一想 中间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 即是这些很狗血的情节等等 好,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按个like 以及按subscribe 按subscribe,记得按下按按钮 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统知 好,今天除了我之外,就是Anson Ng 帮大家解剖一下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都真的挺特别的 看完这件事,我们都要分析一下 好,Anson Ng,你好 你好,Larry Heng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些新闻嗎? 因为这些新闻听完都觉得搞笑的 真的没有想过竟然是这样 但当然有很多前因后果 首先我们讲一下 他们本来说到英国的艦队 其实原先应该在另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GIUK GAP 在那里正在做演习 做完回来,就立刻做到事了 是的,本身在6月中尾唇参加了一个北约大型反潜军事演习 刚刚在GIUK GAP 英国那边叫Greenland GAP 就是做完Dynamic Mongoose 2022演习 对这个演习在6月中尾唇参加了 那时候参加演习的HMS Portland 一架二三型巡防舰 就留在那里附近进行一个行上任务 进行巡逻 根据今天英国皇家海军的网页公布 就是这架Portland 在大约北冰洋和挪威附近的时候 就发现到俄罗斯的潜艇 并且进行跟踪 然后去到网威一个城市叫Bergen附近的时候 就派出了这个艦载的Merlin直升机 以及也参加了这个部署 在苏格兰的P8反潜机 就进行盘船继续的警告 就在Merlin上空投了一些Dipping Sona 一些监听的升纳 还有去扔了一些部分的升纳追踪的鱼鱼 就逼他们上潜 上浮 所以这个其实很耐人尋尾 其实被人逼上浮的两艘潜艇 分别就是一艘Yasson Class 一艘Sofaroski 叫做不得文斯黑豪 就是这个阿森级的一号艦 另外一艘是Akula Class的Farta 叫野猪号 就是Akula Class的May II一艘艦 分别就在7月16日和7月19日 在同一个地点被英国逼上浮 其实这个都挺耐人尋尾的 因为通常在英国和俄罗斯冷战完之后 通常潜艇在这个海域出没的时候 多数都是进行跟踪监视 一开始就说在二三艇 在北极附近的海域就侵测到它 沿着挪威的海岸向南走 通常就会像这个行动一开始 就可能找一艘船跟着它就算了 但这次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 去到一个位置 就直接要船载直升机 丢掉Dipping Sona 丢掉鱼泪 然后再找一艘P放在上面 就逼你上浮 这个其实逼上浮的时候 就真的很少见 冷战之后 很大可能是因为近日 俄罗斯和英国的关系都非常紧张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而这个可能逼上浮之后 英国就是说 已经通知了其他北约的盟友 尤其是波罗的海的盟友 就会继续进行跟踪监视 而英国那边就是说 这两艘潜艇就是要准备潜入 这个圣彼得堡出席这个海军节 那这次英国特专要逼它上浮 就是非常之小见 那其实人家都是海军节 又不是进去这个黑海 那其实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耐人沉迷 为什么英国做到这一步 是的 因为这样做呢 其实都很浪漫 很浪漫 还有 怕不怕对方会有些反弹呢 那就是变成了派更加多 可能是更加轰炸机 例如我们说的 图22 图160 过来不断飞你 即是既然被你捉到 我每天都派一些轰炸机 过来在你附近飞 这个其实是会想到的 因为其实英国近年 是少了的 说俄罗斯在乌克能开战之后 这个俄罗斯的轰炸机 无论是和95 或者是其他的 Supersonic的一个黑天鹅 进入了这个英国不是领空 叫area of interest 那它进行QRA的次数 是大幅减少的 相信因为俄罗斯 是想将这些战略的物资 尽量部署在乌克能附近 就减少了对北海 英国风防的妖阳 但不过是之前的 俄罗斯高峰时期 是一个人派一次过来的 那这次俄罗斯的潜体 被人捉了之后 会派多一些 这些轰炸机过去呢 这样的话 其实会分薄了 可以在乌克兰战场 可以调派的轰炸机的力度 我觉得有机会回 所以俄罗斯未必 真的会再派更加多轰炸机去遥弱 因为始终这个是 他们在乌克兰战场上面需要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有得谈的 原因是因为它现在派到乌克兰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图95 图95 图95就会攀带一只叫做KH-101 或者我们叫KH-102 是一个准准的巡航飞弹 你当它是一个比较精准的巡航飞弹 空射型 它是用图95 carry 另一个是用图22M3M 就是我们说是逆火 专业买什么呢? 就是那些不准的 就是乱扔的 就是用图92的 对了 橫头的 如果精准一点 可以用图95 有点像B52那种玩法 另外一种黄牌 就叫做图160M 这种是很少出来的 所以我就想 如果它过来英国 老实说都是两种 一种是图160 一种是图95 图95也不少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 都会留一些图95和图160M 我觉得它要玩你 它仍有记忆玩 你不像中国 你不能玩 每次都一定是均六 你一定是那百多架公路 在那里轮着玩 大概有百多架 那里大概 我们看 也正确的 它也有大量 调了上去西部军区 南部军区 那边 所以就看力度 会不会还有 不过 你不是这样 没有仇报 真可憐 你看到阿森级 去到 阿森级 阿森M级 再深一点 再短一点 还有这个阿森级 我是Anson Ling 他挺凶的 其实大家不要少看这个阿森级 因为它可以配备到 我们所说的 对陆攻击的飞弹 就是我们所说的 3M14 这个口径飞弹 让大家知道 在这场战争 大家不经常听到 Caliber 即是口径的飞弹 它就有点像 我们常说的 TOMAHOCK 对陆攻击 那也是凶的 你看看 很多平民都死在这枝飞弹手上 所以 他这枝飞弹 是不是因为 他们觉得 他去到挪威意图不轨 在这个地方 突然间 认为他可能会在附近 发射 这个口径 的飞弹攻击 人家 虽然在这个时期 也很奇怪 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意图 我又真的觉得 是有理由要逼他上浮 如果你怀疑 当然 你如果真的攻击 那一刻 你就太迟了 你就要在情报上判断 他是不是上浮的高度有景棍呢 其实 我之前在麦后 准备节目的时候 跟Larry兄 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其实英国用什么理由 和为什么去逼他上浮呢 因为上浮位置 不是挪威领海 也不是英国领海 其实他由北极 其实他都去到挪威很南 挪威一个很长的国家 偏南的地方 才逼他上浮 都由北极跟了他这么久 为什么他在那一刻才逼他上浮呢 是两个不同的日子 和同一个地点 其实我们就在想 是不是俄罗斯可能 觉得不知道他被人 在跟踪 以为他在跟踪人家 所以就进行部分的攻击 攻击态势 想玩一下 然后所以英国 就要立刻逼他上浮呢 这个可能一个 第二个就是 纯粹是因为近海局势紧张 所以就逼他上浮 或者是想落他面 还是俄罗斯的潜艇 可能到航 有些问题 靠近了这个挪威的领海 因为挪威是北弱的 是靠近了这个挪威的领海 所以英国逼他上浮呢 其实这三个可能 我觉得三个都有机会 但是不过那个理由 最大可能都是近海局势 而英国想落他面 这个理由是更加大了 是呀 你也说得好 就是他每次都是Bergen 这个位置 是 我就有轻轻的看看Bergen 这个位置 就是整个北欧地带 其实如果你在那里 画一个中心 怎么画一个圈呢 是 那卡尼伯攻击的范围 又真是基本上 可以囊括了差不多整个 北弱的北欧地区 是 例如我们说Bergen 其实挪威和瑞典 大部分各警 都是受攻击的 芬兰有某部分 那他去到 赫尔森基 又问哪里 那他呢 向南那边 那边 就向着英国 也都大部分的国警 那伦敦又问哪里 所以说 如果在Bergen 那里发射卡尼巴 那里 其实那个威胁是真的有的 所以我就怀疑 英国他就想 你好走不走 你走Bergen 这个位置 然后你就在这个位置 附近就不走 你是不是意图不軌 那我觉得这个 你砌他 你可以说你砌他 也行 总之你在这个位置停 我就有合法怀疑你是做事的了 那这个就没有猜想 是的 所以你只是因为你停了这么坏的位置 就刮田尾下 就被人感受到 你应该是想发动攻势的了 那所以呢 立刻就找一架P8A 挎住你的位置 再找一架直升机 把你那些漂亮的位置出来 然后呢 就真的用一架二三营呢 你想想 二三营在这里 基本上它可以放光鱼内 也放光鱼内 根本 再加上直升机 P8A全部都有攻击性的 其实真的一声令下 就炸沉了 所以我觉得 那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阿森 这个阿森级自己上河 真的太害怕了 就是如果整个那些鱼鱼 打下水也会吓死他 第二个就是 打下水了 是不是要上河 是吧 abandon ship 接着另一个情况就是 我想是英国真的有警告他 是 因为已经落下了他 警告他了 就是在国际的radio里 跟他说 喂 你上河 可能是极沉 就是会打沉 那我觉得 去到这一刻呢 就是你作为一个阿森级的男长 有什么好选择呢 第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 听有没有机会 可以和你本国沟通 但是这个应该来不前了 我觉得 所以就应该根据你平时的训练 平时训练就是 如果遇上这些情况 应该怎样呢 我觉得这次男主的做法 是非常正确的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激沉对面 那就开门了 但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在上面 喂 你这样壮烈殉国 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大家看到 傅尔斯克号 Curse那次 就是那个意外 是 那次意外 其实老实 那些士兵的家人 是未被安抚的 很惨的 当时的普京 是被莫斯科妈妈围 其实 当年他就不是很牢火纯青 你感受到他也解决不了事情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再有这些事情 其实 我觉得对莫斯科 政府来说 不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 这次男主的做法 是相当正确的 相反 两名男长都非常相当正确 就是相当正确 就是相当正确 是 就被人拍张漂亮的沙龙 那就走了 喂 笑一笑 很快过 但是 如果你有国 因为你的错误的决定 令到国家损失了一些精英 肯定的精英 上面 还有就是 你那个蓝射精英 他也不太在乎 他很在乎 那手蓝 那手蓝 你可以平安带他回去 其实我觉得 都应该是赞赏的 我觉得 虽然被人发现 就有点可耻 但是 你逃跑有用 所以我觉得是OK的 还有 这次他走这个位置 其实他的目的地 是这个圣比德堡 其实他迟早都被人发现 之前我们也说过 其实这个波罗的海 是这个北约内海 其实你要经过这个丹麦那边 那个那么窄 那么浅 其实迟早被人发现 是差在什么时候被人发现的 那今次就是由这个北冰人 开始被人 track 那不知是算了还是算迟 但不过 他是不是真的想着 北约的反弦 是真的那么差 那么松懈 才去到这个位 才上潜 还是怎么样呢 那俄罗斯会低估了 北约的反潜能力呢 是啊 还有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前苏联 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内水系统 对我们来说 他们是可以三个海 包括北海 波罗的海 和黑海 其实他们三个男队 原来他们是可以自己 是不需要经过国际水域 他们可以自己互相通行 这个就是他们的奈何制度 现在可能是比较荒废 但是以前的年代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水域 在他们的国境里面 所以 我们经常说有很多不同的河流 隔通了 他们大概最深的距离 他们据说可以大概是五米左右 但是整个潜在水域里面 没有可能潜在水域里面 但是问题不大 他们可以透过 自己的国境里面 怎能走到灯 但是很慢 如果前面就很慢地走 但是我想是有分灯位 例如以前台风级那些 就一定不行了 但是如果攻击前面 就应该可以的 即是阿辛级 即是阿姑 这些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理论上他们走这些是最安全 因为你国境内 没有人可以打你 也都解释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 这次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在铝海 都有时会有些导弹攻击 顾客蓝 但是铝海蓝队 大家有没有印象 铝海蓝队事实是其中一支蓝队 这些系统是调配过去的 即是我们的看法 其实如果未来这么凶险 不如用回这个系统 是兜外面一定会被人收 你用这个系统就是安全 这个就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一个 即是当年他们明白 就是你真的走波罗的海都很凶险 所以就是一个捷径 其实这个捷径 可以直接把北海艦队支援去黑海 不过当你进了黑海艦队 你就很明显会受到土耳其的关照 那一刻会怎样呢 我会变成了国际事件 所以就不可以乱用 不过真的是 因为如果有什么事 这个是逃生门来的 是的 所以这次你俄罗斯大佬被人捉了出来 其实你之前在这个093被人捉出来 我觉得是非善之罪 我们去到最后也要抽一抽 如果中国大家有印象 就是之前在我们说他们的大鱼海峡 或者我们说这里的六二岛那边 有时候我们说总指导那边 其实在传统上 包括中国的柴电潜嶺都试过过去 真的很沙胆 柴电都敢走到那里 当年的明级和宋级都去过 被人捉得太明显 明级实在太容易被人发现 因为明级亦是之前 你知不过以前曾经过江澤民做军委主席 胡锦涛当时做了国家主席 但还没有持驳军委 但是在第一第二年 就发生了一件意外 就是中国的名级潜艇 整船都死了 上面有70多位官兵死了 什么事 而那次是沒有人知道什麼事的 只是發現了那一手潛艇一直都在浮著浮著不動 其實他已經浮上來了 不是沉淚 下面官兵死了 但原因是還未查明 還有到今天都沒有宣佈過原因是什麼 應該都是促起少留 這個我們在咪後說 如果在咪前說就可能犯法 我們在咪後說 這個有機會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們再看看會不會整理一下給大家 就是認識一下 暫時我們講到這裡 但中國的潛艇在日本附近出沒都是常見 但也會被美國、日本聯手的咒 都很多次了 包括將他們的行蹤暴露 然後逼他們要上伏 那時候也是這樣 如果你不上伏就要打沉 直接說到白很白的 沒有得不上伏就要掛國旗了 但是中國人我也這麼說 大家對潛艇的形式真的少 這一刻你說扯了旗就說 宣揚國威 潛艇國際是投降 我們擺到明拿著中國旗走日本 水域是不是很威 其實就是在國際上 這些勿害通過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就非常奇怪 我們說到潛艇其實是一個很專門的知識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我們的看法 我們覺得這次是不尋常的 這次是絕對不尋常 因為英國一向都是追蹤 知道你在哪裡 就說完就算 就真的逼你上浮 是真的很少見的英國走 是啊 其實你不要進領海 還要是 是啊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又關不關烏克蘭的事呢 大家看到就是他們的潛艇 因為可以發射 我們經常說 發射對陸攻擊的飛彈 其實某程度上 都對現在北約附近的國家 是有威脅的 甚至乎大家知道最近就是講 瑞典和芬蘭都加入了北約 如果他們加入北約 其實這個射程 又是掩蓋到瑞典和芬蘭的 所以是否又是會 一個姿態是用來抗議 芬蘭和瑞典進去呢 那麼 那他吃頭年 你呢 是可以抗議到的機會都沒有 直接逼你上浮 你沒得搞人了 我現在教你 那你覺得這個 是不是就是英國對他們的承諾 就是側面去看一下 難道這些沒有人證明到的 這些沒有證明到的 所以就是我們每一次講到 潛艇反潛 都有很多這些 即是你又解釋不到 但你又要無限想 無限loop的事情 那我們就和大家 預先做好功課 大家知道 國際這個潛艇遊戲 是很複雜的 但是我們知道 都會和大家做一個解讀 好 那我們就這一節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幫忙 包括可以訂閱我們的台 訂閱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另外也可以輕量課金支持我們 包括有銀行、Payme、轉數快等等 找個網友也可以透過PayPal 用相片支付支持我們 好 我們在其他 例如我們說 溫武早晨 或者其他五間戰報 直播等等 再和大家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